8月22号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抵达新加坡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之后哈里斯还将历史性的访问越南 彭博社称 这是拜登政府迄今为止最高调的亚洲之行 那哈里斯此行究竟有着怎样的目的 近一个月来 美国高官对东南亚的外交攻势一浪高过一浪的背后 又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23号在访问新加坡时 会见了该国总理李显龙和总统哈里马 在当天新闻发布会上 哈里斯先是谈及了一度陷入混乱的美国从阿富汗的撤离工作 称撤离美国公民和为美国工作的阿富汗人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关注点 接着 身处新加坡的哈里斯又把话题转到了南海问题 他宣称 美国致力于与印太地区盟友的合作 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航行自由 包括在南海 美国和新加坡当天达成安全协议 通过在该地区轮流部署美军机和军舰 重申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 此外 美国和新加坡还同意扩大在金融军事领域的网络安全合作 路透社将哈里斯这次访问描述为 美国为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努力的一部分 李显龙表示 美国70多年来在国防和安全方面在本区域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作为美国的主要安全合作伙伴 新加坡无论在言在行都支持了美国在本区域保持强有力的存在 李显龙在发布会上宣布 新加坡将提供一架A330加油机协助美国从阿富汗撤离人员 在与李显龙会谈后 哈里斯还访问了张仪海军基地 向正在访问新加坡的美国滨海战斗舰塔尔萨号的成员发表讲话 妹妹认为 新加坡虽然不是美国的军事条约盟友 但两国军事合作从1990年就已开始 目前 美海军舰艇不仅可以停靠新加坡张仪海军基地 还能在该基地进行舰艇维护等工作 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8月15号发布消息称 美国海军的塔尔萨号和查尔斯顿号两艘冰海战斗舰近日频繁进出南海 值得注意的是 2020年11月 时任美国海军部长肯尼斯·布雷斯维特在出席一场研讨会时表示 美国正考虑重建第一舰队 并将其部署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交接处 他明确指出 第一舰队重建后最有可能部署的地点就是新加坡 8月10号 美国召集20个伙伴国大约400名人员和10艘舰艇 进行了东南亚合作和训练演习 只在加强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 演习地点就选在了新加坡 很明显美方是试图在政府层面以密集的动作来迅速地加强在新加坡军事存在 从而使得新加坡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伙伴 它的军事功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 而这种军事功能发挥的效果如何 主要的看是否更加有效的限制和约束中国在相关区域的这种影响 此外美方还是试图通过加强跟新加坡军事之间那种联系纽带 来拉远新加坡跟中国之间的距离 以便于在与中国的纷争之中让新加坡最终选边站队到美国一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